我建議我們來賓裡頭 沒有講出具體辦法 而且廢話連篇的 就不要講話 統統的把它剪掉 講了這一段 你覺得要不要剪掉 也沒有具體辦法 沒有 剪掉 剪掉 要剪嗎 當然 以我個人的觀察跟瞭解 以我個人的觀察跟瞭解 整個大勢所趨下來的時候 過去馬總統不選台北市黨 講了超過100遍 他那時候確實沒有想要選 但是一個大勢所趨 黨裡面也好 社會上的氛圍 這個氛圍很重要 賴清德說 韓國瑜是百年一見的奇才 這句話也是有玄機 為什麼 然後他要對決韓國瑜 表示說他也是百年一見的奇才 然後他講這句話叫拉韓粉 民調裡面也希望韓粉說 那就讓賴清德跟韓國瑜 兩個來對決 對他是有加分 但是跟韓粉是 當然有加分的作用 對他有加分 他不講這句話 請問一下 賴清德19號宣布的時候 他用什麼 帶來引用的是什麼話 沒有 你到底有什麼正當性 你就是為了說 我今天民調高我要出來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我個人來觀察 剛剛沈大佬講了那麼多 你都沒有聽進去 沈大佬講的我很用心聽 他是為了救黨救國 沈大佬講的 但是沈大佬他說了 他離開民進黨十多年以後 他現在 他的講話是發自良心 可是林卓水的看法跟他一樣 林卓水跟他的看法是一樣 但是整個趨勢我個人來看的話 我幫你講話 整個趨勢我個人來看 目前我認為黨中央也好 甚至於很多重要的人 現在在炒一個解套的辦法 而這個解套辦法有沒有可能解套 當然解套 國民黨這麼多年來 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我們的基層 我這裡跑到很多國民黨 不只是國民黨基層 我還發現 韓國瑜民調能夠高 剛剛提到了 只能提到說比朱立倫 大概贏了10個百分比左右 其實國民黨的基本盤出來 大概韓國瑜是能夠吸納 中間跟淡律選票 到目前為止 我所觀察到的 唯一的最強棒的人 不過你覺得是 王金平跟朱立倫是可以被協調掉 就是說叫他們不要選 這樣子是不禮貌的 我這樣講是不禮貌 可是剛剛好像是這個辦法 我的意思說 因為確實是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黨內初選你可以想得到 就韓市長來說 他在高雄我太快感受得到 他現在所想的 確實是為高雄拚經濟 他沒辦法再多想什麼東西 可是也很多人在高雄 也告訴我說 高雄拚經濟也要幫台灣拚經濟 如果有機會幫台灣拚經濟 你講這都沒用 你講我講 你有誤會比較快講 你做我磨腳講這個 我們都講過了 我們講過好幾次 我告訴你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就是 現在的情勢的發展 到了一個階段 為什麼 我們說量變之後到什麼 到質變 我們都在搖頭了 你剛才一開頭的時候 你說你有方法 把那個方法講出來 不要講這些字也講那也講 我知道 我們都講過好幾天了 我找到 我曉得 我坦白告訴你 不好意思 我們都煩了 我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告訴你大佬 我現在跟你說 因為我的角色我知道 但是我很確認 我非常確認 黨中央很快會有一個方法出來 你等於沒講 而這個方法 不是我張喜耀能在這邊 但是有一個 我也知道 基層的焦慮 尤其是你今天這個 不知道不知道忠實的 名道出來 不基層的焦慮這件事情 的確是好幾個月 我們都討論過 現在是說這個機制到底是什麼 是這個主發會所說的 要把韓國瑜納禁初選的 我覺得那是李主委個人的看法 個人看法 我覺得那是個人的看法 你剛剛也覺得 就是用協調的方式 讓這兩位看到大勢所趨 宣布退選 不會 也不是 對不起 我在這裡報告一下 您看到了 包括朱立倫他的講話 他有說 他說了 只要找出最強棒的人 對不對 找出最強棒的人 他會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剩下一個 就是在初選之前 黨中央直接自己宣布 徵召韓國瑜 不可以 那兩個人翻桌子 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子 秀平 工黨會分裂 這個東西不能這樣 因為有人要參選 在黨中央 你要尊重有參選的人 那就是 所以就是 所以你的辦法是什麼 你一開頭給我們一個希望 到現在都還不講 我特別提到 秀平 我今天跟你說了 這個時間 我認為很快會有結論出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也不是 第二個也不能說 我今天說 因為這也不是我今天 我不是黨中央 我也不是他們才會候選 而且我要講一句話 你可以判斷跟建議 如果說沒有具體的方案的話 沒有換下一位 好 我給你判斷就是 我就告訴你 很簡單 很簡單 韓國瑜出來參選 大勢所趨 而且在這兩個月都會定案 完全廢話 你完全廢話 你如果有這麼多人要時間 一開始說你有報 說這麼久之後 完全沒有報 我跟你講 你要參加初選 你要改掉這個毛病 我跟你講 這個你的選民聽不進去的 我們愛與包容 我跟你講 這邊做了三個國民黨員 可能三個人有四種講法 可能有四種辦法 但是唯一的 我覺得大家要聽一聽 洪秀柱 我覺得他這次在最近 扮演了一個公道婆的角色 他講話講得 我覺得還算很公正 而且各方聽得進去 第一個 不能重蹈 上一次換柱的復撤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這好像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了 對 但是之前沒有這個共識 現在好像有 慢慢有 經過很多的媒體討論 慢慢有這個共識 反正之前很久的說 我酒也有全代會之前把它換掉 有什麼關係 二階段 二階段是坦白講 現在大家不接受 任何一個人都不接受 因為這個痛苦太深了 好像也不接受 第二個 洪秀柱講的 就在初選的時候就把它搞定 我覺得洪秀柱的講法 Just a minute 初選前還是初選中 先講清楚 初選前 OK 初選前 就是說 比如說 這也是大家 我目前聽到很多 不管很多的 國民黨的基層朋友 還有很多的關心的朋友 都會說你不要再去搞 奇奇怪怪的換來換去 要嘛就在轉時間之內 用公平的方法 把韓國瑜出來代表 國民黨參選的合理性 把它完備起來 OK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所以這個共識出來之後 我覺得今天黨中央今天講的 不是說我要他同意 我同意 我兩個同意第三個可以上桌 如果今天我冒出第三個人 那是不是要三個人同意 第四個才上桌 因為去登記 其實坦白講不難 我今天柯智恩 柯委員 也可以去登記 到時候是不是我要爭取 柯智恩的同意才能上桌 900萬 可是他現在只有講兩個人 他有兩個人 所以他只想目前付出兩個人 萬一付出第三個人了 所以我覺得黨中央講的 他都忘了周錫瑋 對 還有周錫瑋 有五個人 還有張亞中 還有羅志強都有宣布 所以我覺得黨中央講的方法 不是方法 我覺得不整密 不是一個成熟訓練的 國民黨的支撐黨功 應該講的話 我覺得到了領表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一個情況 很多組人馬幫韓國瑜去領表 包括要參選立委的 韓國瑜的支持者 會有進香領表的情況 OK 那領完表之後 去開始 我覺得黨中央要煩惱的是 這些領的表的人算不算 不算 因為最重要 韓國瑜簽名才可以 幫領表這些算不算 不算不算 然後再來還要去領這個 還要去繳錢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連串的事情 我黨中央是要考慮 我解決這些問題 讓韓國瑜有辦法能夠獲得 國民黨合理的程序提名 我覺得這是黨中央現在考量的 不是去玩韓國瑜 我覺得現在有些人在玩韓國瑜 就是在這個時候放出來說 萬一如何如何 然後萬一如何如何 然後1萬分之1機會 我覺得那個都在玩韓國瑜 真正要幫韓國瑜 就是想辦法讓他解套 在初選的時候就參加初選 而且獲得國民黨一致的支持 我相信韓國瑜參加初選 一定是第一名 這不要講 不然七三海全部都第一名 是剛剛我請教你一句話 你剛才只有一句話 我們都聽得進去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要在 初選前處理 但是你並沒有講怎麼處理 你也跟他一樣廢話 因為韓國瑜如果不同意的話 你沒有辦法 如果韓國瑜不同意 你沒辦法處理 所以 所以我今天想問 我覺得國民黨中央的方法 如果說認為韓國瑜 是最能代表國民黨 而且勝出的話 先去說服韓國瑜 我就要說服韓國瑜 有人去說服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說到目前為止 主席沒有來找過我 對 我覺得韓國瑜講這句話 是真話 所以他剛剛說有人玩 有人玩韓國瑜 真的要韓國瑜出來參與 不要玩他 而是去真的去說服他 而且我們在主持的遊戲規則的人 要趁早告訴大家 他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沒有 主持人我有一句話 主持人你有沒有想過說 國民黨初選這些 剛剛各位前面提到 有沒有可能在我們這個節目解決 我覺得解決可能性幾乎是零 不 你不要再看清你自己 你怎麼這麼自卑 你也沒有解決的方法 我等一下會講 你也有解決的方法 我建議我們來賓裡頭 沒有講出具體辦法 而且廢話連篇的 就不要講話 通通的把他剪掉 我們重錄 好不好 我贊成這樣 趕快講出你的辦法 像唯一的方法就是 讓說服韓國瑜 快點說出你的辦法 吳敦義說服韓國瑜 我老早寫了 一個月前我臉書就這樣寫了 但是主席也許 但是吳敦義沒有去 他還不要出手 他現在出手 也許覺得時間太少 都有 你先講 他有具體辦法 他講 沒有 賴老師就講 要講具體辦法 現在是有門檻的 好嚴格 剛剛一直提到說 就是我們講的 國民黨的初選辦法裡面 剛剛一直在提到就是 吳敦義是不是要去勸 韓國瑜出來參選這個問題 我覺得吳敦義有他的為難的地方 第一個 他是黨主席 黨主席在這一次的初選 吳敦義沒有完全排除 他會出來選 好 如果吳敦義沒有完全排除的話 吳敦義就很難去勸韓國瑜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即使吳敦義排除了 吳敦義如果要維持他的整個 競選機制的公平性 沒有偏袒任何一個人的話 由吳敦義去勸韓國瑜的難度也高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除非 吳敦義自己本身 例如說有更多的人 一直要求吳國瑜 吳國瑜也想 就是要派誰去勸 你剛剛說吳敵不行 賴教授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灌醉蓋首映 這也是一種方法 都找不到別的方法了 大家講不出一個解套 目前為止沒有 沒有 沈大老就有成竹 他要講個很具體的方法 也沒有具體的辦法 沒有 剪掉 好了 危害 我們這一集要剪掉 全部空白 沈大老 你是NCC派來的編神嗎 NCC派來的編神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想一下我的看法 國民黨我跑過去這樣19年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有 沒有辦法 等一下大佬就會對我怒吼了 我怎麼受得了對不對 國民黨過去這19年 其實主要分四種 禮讓 徵招 協調 跟初選 初選就必須有初選辦法 初選的辦法一旦公告 黨有 黨規 國有 國法 你就要造走 所以今天要處理這個事情 在韓國瑜不領表演 沒有主動議員情況之下 剛剛大佬講的 第一個基礎就是必須要在 四月公告之前 四月公告是四月初還是四月底 可以Asobe 可以調一下 看起來黨會盡量往後延 在公告之前能做一件事情 以及剛剛賴老師所講的 羅志強 張亞中跟周錫瑋現場 他們基本上在他們的定位上 是一樣的 可是分量上不一樣 大家會覺得王金平跟朱立委員 基本上玩真的 有才力 玩到底 對不對 羅志強 我跟強哥是好朋友 我就不怕講 大家會覺得他可能 只是出來呼籲 砲磚引玉 所以說法上一樣 可是分量不一樣 所以黨中央才會鎖定就是 我跟這兩個大佬來談一下 禮讓是我根本沒有人 就是大家都覺得 像1998年那一次就是禮讓 丁守中跟吳中立 還有胡志強 都已經都說要選了 但馬上後來一出來 大家就禮讓了 1998年的台北市長 1994年民進黨也有個例子 明明長扁之爭 可是最後初選要進行之前 西洋婷退了 我不選了 就讓給他 所以現在的這個方法就是讓 朱立倫跟王金城 瞧掉他們 他們退 可是退的依據 不是只有用情感說服 而是你民調真的輸 怎麼民調輸 就是在公告之前去協調他們 是不是可以取得 你們兩位的同意 我們就真的做民調 這個民調不需要取得 韓國瑜的同意 因為韓國瑜並沒有說他不選 韓國瑜沒有說他不選 李承華的 李承華有什麼不一樣 不要 不一樣 他是要把韓國瑜納入初選機制 裡面再做民調 他是沒有 他在初選之前就先做民調 然後給他們兩個看說 你們看民調差這麼多 所以那個東西是一種 在進行初選之前的心知肚明 你們兩個還是不願意 那沒辦法只要走初選 如果你們兩個願意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由進到主席 跑到高雄去問韓國瑜說 現在要登記參選的兩個人 都覺得應該徵召你 可是還有個過程 中常會他必須要去授權提名小組 所以這個時候 再來問韓國瑜你是不是有意願 所以我剛剛講的 整個過程很清楚 當然我們有馬戲 不用去問韓國瑜 也不用叫他領表 然後只需要在過程當中取得 朱立倫跟王金平的同意 是否可以讓你們兩個 跟韓國瑜做民調 然後我們再看結果 之後再怎麼考 你覺得他們兩個會答應嗎 我覺得他們兩個現在 沒有不答應的空間 因為他們一旦不答應 我把它講完 鄭恩姐 如果他們兩個不答應 進入初選之後 就只好面對殘酷的 二階段換出 他們兩個將會在初選過程當中 會被殲滅 會被國長支持的 直接就淘汰 我民調王金平跟朱立倫 甚至會比羅斯強還要低 我直接就不要你們兩個 如果你們反對這種方式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 沒有辦法的辦法 比羅斯強還低 對 我是說 因為選民會 選民會去抵制這個 不讓韓國瑜加入民調 來做決定的參選人 所以現在朱立倫 大家講 對不起 我也講有點長了 最後10秒就好了 過去朱立倫跟王金平 在聽到周錫為的第一次的 那個所謂二階段的時候 大家去觀察 朱立倫跟王金平 一開始是非常反對的 可是不斷修正就是 尊重黨 尊重 因為這就是民意 因為勢不可擋 所以在韓國瑜面前 一切規則都視若無誤 有 昨天晚上的時候 等一下 我回想一下 等一下 你講的這段 你覺得要不要剪掉 當然要 他這是具體方法 不是具體方法 這個方法也是不通的 你不能說通不通 他有他的痛處 大老 我說賴謙謙惠選 你也說不會 請各位聽我講 因為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人絞盡老實想的辦法 都會讓某些人尷尬 都會讓某些人對不起 就像你韓國瑜下來 登記就好 就沒事了 因為你就是對 面對高雄市民所謂尷尬 這個是小尷尬 但面對其他的方法 更是大尷尬 你看這個主發會的人 他想的這個辦法 說要先徵得朱立倫 跟王近平的同意 把這個不表態的人 拉進來做民調 他明表態 我跟你講 這兩個人 自這兩個人於何地 他們兩個人心中 有一百個不願意 講得出口嗎 對不對 你為什麼對韓國瑜的 講不出口 寬容 對這兩個人的講不出口 就take for granted 就認為可以 這不對的 我要講我的方法 你們好好聽 要檢調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不是最好 也是有讓人尷尬的地方 也是有含羞 真的待虧的地方 但是國民黨可以比照說 如果總統選區 總統選舉整個選區來講 國民黨現在可把它視為 監困選區 如果國民黨的總統選舉 不是監困的話 不需要揮中國腦筋 是監困選區 如果監困選區的話 就不一定要初選 對不對 所有的監困 對 就可以徵召對不對 但是你徵召 這種情況跟平時 我們講的徵召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說事先也許 不爭得有益的人的同意 也可以做民調 這個又回到你的部分 但是我認為這個要修法 你應該要馬上召開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再修規則 要修初選規則 要修初選規則 然後初選規則修完以後 你全代位要先召開 對 全代會召翻 我跟你講 這個修完以後 這個修完的第二天 就馬上做民調 不是 不是 來 輪著來 要撿嗎 要撿民主黨 我不是辦法 我只是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我同意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兩個人來說 是非常的為難 而且他們認為 如果照黨的這樣目前為止 以國民黨目前的規則來去走 黨內的初選這樣走下去 如果他們能夠目前為止 登記的人能夠勝出的話 我還有一段時間 我有可能在目前為止 還不是在他的狀況之下 我有可能急起直追 不管是賴清德或是小英 他們都有辦法勝選 這是這兩位候選人的想法 這也是正常的 就你現在連這個都沒有 只在4月的時候 就要用民調來定天下 當然很會讓人家不服 對不對 是這樣子 不過你剛剛所說的 這次修改辦法 因為大佬認為法源很重要 這是我們認為制度走上重要 所以要求法源的話 的確要開臨時的會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你講的話 的確我完全是同意 但是在執行期內 大佬就是為了讓大這兩位 真的不應該在 完全沒有任何中間 你4月 5月 6月 在這個時候 絕對是韓國瑜還是高峰 可是大家還是 他們的想法跟群眾的想法不一樣 就是說你給我機會 我就有辦法到 10月 11月的狀況之下 我還是有辦法讓我的民調 高於民進黨所提出的任何人 我只能說 你說把國民黨變為艱困選區 這是你的定義 國民黨怎麼樣從九和一來 你那個艱困選區來定義國民黨 這一點對很多人來說 是不能贊同 因為他真的目前為止 不是艱困選區 這是你在徵召的合理性上面 可能會受到一些的挑戰 但是我同意 不艱困 為什麼大家花這麼多腦筋 我可以講 因為不艱困 大佬有勝負 對才是 大佬要出來選 如果說這次很艱困 就不會這麼多 不會五個人 剪掉